心脏绞痛 这么严重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就好 多喝热水 什么 你说你要牵的那个链子就是林建森 你那个青梅竹马 什么青梅竹马 试过之后 我那段记忆就模模糊糊的 但他肯定不会骗了你 当初那首《夜阳》也是他给你写的 什么 这情况不对啊 就这样他都愿意给你一笔钱 让千广来制作 我也没有想到 原来巡鹿的幕后负责人就是林建森 他再过不久就会回国了 林建森 无论如何 巡鹿愿意竞标让位 还愿意投资我们 也算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了 不妙 不妙 什么不妙 天将大战竹马 这林建森一回国 沈良川护宫地位不保 恐怕又要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万哥 慢点 万哥 气点 过了 搜搜搜搜搜 沈良川 巡鹿打算投资我们了 你不高兴 表达情绪 别说话 哦 要不然我们出去吃顿大餐 清除净庄 不去 我不饿 好吧 那我们走吧 我先移车 挪车 病了 什么呀 就是 高烧四十度 头脑发热 四肢无力 心脏脚痛 这么严重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就好 多喝热水 等等 你脸这么臭 不会是生气了吧 总算发现了 没有 如果你是在生我的气 那我向你道歉 真管用 你又没做错是吧 干嘛道歉啊 也是 等等 谁就走了啊 徐弯弯 你这个耕铁侄女 沈宫哥 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自己一时鬼迷心窍 做了错事 被开除也是咎由自取 是我这个做妹妹的没用 让死去的姐姐为我操心 够了 我之前一而再再而三的人让你 是因为文生 可是你却一直在骗我 我问你 洛克说叶阳是他为弯弯写的 为什么会是文生在唱 你是怎么知道的 苏南嗓门这么大 我很难听不到 洛克给弯弯写的 这怎么可能 肯定是你们 肯定是他们为了侵占姐姐的曲子 才这么说的 这是于弯弯的李建计啊 沈哥哥 你可千万别被他们骗啊 你撒了那么多次谎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说的一句话 走吧